香港是需要培訓多些 是擁抱科技的醫生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 將香港定位成為國際的創新科技中心 在生物醫療方面 其實我自己覺得還需要人才 我是覺得需要更加多的醫生 以及更加多擁抱科技的醫生 在香港醫生和人口的比率其實還沒有那麼高 現在暫時一千人就有2.1個醫生 但我們鄰近的城市 譬如好像日本、新加坡是2.7 我們要培訓一些醫生 他們對科技要有認識 因為現在科技的進步 對社會影響很大 譬如人工智能 會帶領我們進入第五次的工業革命 譬如用機械人做手術 利用人工智能去看病毒的病變 還有這些醫生要懂得怎樣利用科技 來開發更加好的醫療系統 開發更加好的醫療設備 譬如人工智能可以作為藥物研發 我們說醫工結合 即是將醫學和功課結合在一起 我們培訓一些醫生 又有醫學的經驗 他亦都有人工智能的知識 以及一些基本功課工程那方面的知識 其實我們與鐵壇醫院合作 其實希望可以令科研和醫療方面 更加可以融合起來 培訓一些又有臨床的經驗 也有科研能力的醫生 我們研發我們一定要轉化 但是我們這個過程 如果有臨床經驗 以及有研究能力的科學家一起 其實這個轉化的過程 是可以做得更加好